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乘的士飞来的时候 遇到的士司机挺好笑的 你这声音那么熟 然后一说开 下车又不收钱 又不值得不好意思 我说不行 出来做事是赚钱的 不可以不收的 挺好的 多个粉丝有这件事 有些可能不认得你 你讲两句话听了你这声音就认得你 那些语气 是啊 我们继续讲回 这一宗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北角 这个渣华街的中华煤气公司 建一个大楼的地盘 就造成了这个死亡电梯 高空度下导致十二死 都是一些灵异的 不是灵异的 有些叫做命中注定 那些华煤气公司 十四人里面 有两个走掉了 是啊 有两个走掉了 或者是死神未来了 是啊 就是好像死神未来了 有两个走掉了 那些 我见过一宗是这样的 那个棚架 你知道 触外长后 很多人 把那些担住棚的东西 挎 是 阻住就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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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棚是甩了出去 哦 例如要扣安全带 是啊 真的好像三个 有三个出去了外做事的 有一个没有担安全带 一见到那个棚架 有事 立刻飞回到他里面 因为很近的 那两个就没办法了 你那个棚架 一定是搭到棚架 那便跟着棚架 那便跟着棚架 那你有时的人 我觉得有时很白痴 凡是有意外 啊 那个人一定没有担安全带 担安全带是安全的吗 是啊 你试试纏早期那些 只纏着腰那些 不是现在的 那些钢山式那些 刮爆肝的肾 不是整个肾肾 救育一回来都会坦 是 在腰那里这样扔着 没错 因为 其实安全带都很多个用途的了 我们慢慢就会说下去的了 因为现在新的那些很正的 一拉 拉回墙 让你可以高空度下的时候 射到你 充一半充 是啊 好啦 这个当局 就发觉 我年轻十六岁那身 加上那段时间很多年青人 入地盘做事 那时你知道 九十年代 初期 中期 玫瑰圆计划 大量吸納建造業工人 那你不是这么多师傅 最惨的是以前 我们以前就是 师傅跟徒弟 徒弟跟师傅入土地盘 他就说什么都说明 啊你那里 那里不要走过去 那里有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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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危险的位置都告诉你 而且以前的老屎屁很麻烦 一见到那个小孩 一定插 一定插你 因为怕你出事累到大家 是啊 但是现在不是 你建造業训练 公司工 不是 建造業训练局出来 你是师傅 所以那里有钉子 那里有钉子 就是觉得他是师傅 那我谁不理你 但是这16岁 应该不是的 是啊 跟着这件事發生后 政府除了规管 也不准18岁 18岁以下 或者以上才能入地盘工作 还成立了一件事 叫平安卡 平安卡 全名叫做 建造業安全训练 许可症 我记得那是 嗯 其实真的有多鲑鱼 即是你去傻居坐一天就給你了 都要考個試的 我聽說 我也有 建造業安全訓練證明書 你一進地盤就要有這張卡 是啊 沒錯 我有一張 我有綠卡 不是綠卡 你過不了保安嗎 是啊 因為這張卡是最基本的 因為當中他都會告訴你 地盤裏面的公共處的危險 其實我覺得是嚇你的人 讓你的人會怕 知道每一件事都要注意安全 還有告訴你安全委員要怎樣做 現在不是的 你進地盤一堆東西都給你了 安全鞋 帽子 都給你了 你不用你的事 不關個大判事 因為他還有一個安全主任在 現在都會查得很嚴 當然這件事事發了之後 死刑裁判定開完之後 就死於這個 雖然死於意外 但是升降機的地盤承建商就要負責任了 當然了 被判了謀殺罪名成立 謀殺 公司謀殺而已 不用有人負責 不過就要罰款三百萬 因為他一定要出個死因結果 保險那裡很難搞的 就是意外 人為 不幸 不同賠法 是的 沒錯 這件事我們再看一些照片 11 11 11 就是當天地盤已經搭給布做一個拜祭的儀式 好 零一 一二 很傷心 這個就是在臉防認屍之後的狀況 好了 回來 隨著這一宗案件的說完之後 我們講第二宗 第二宗發生的時間就比較近一些 就是這個2009年的9月發生的 第二宗就叫做 ICC死6人的工業意外 ICC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叫做 西九龍環球貿易廣場 是 最高的那棟東西 最高的那棟東西 好了 ICC為什麼要死這麼多人呢 大家要聽來就知道了 好了 發生的時間就是2009年的9月13日 是的 今天6名的工人就死亡的 這件事呢 我覺得很懸疑的 是的 是的 如果先人現在我們去研究的話 都很懸疑的 為什麼呢 表面上這件事 好像很穩陣地做事的時候 是的 但是想不到那個位置 是一個死亡陷阱來的 好了 我們看一看2001 看看現在的ICC是什麼 ICC是這麼高的 一棟這樣的東西了 是的 好 大家看完了 好 回來了 好了 就說回到 這宗案件 這宗事件 就發生在當日的下午1點20分 其實當日是星期日來的 那6名的清潔工人 就是集工 是的 他們就是清理那些垃圾 那正常清理垃圾呢 就周圍收拾等等 但是這個垃圾的處理就很有趣的 他們就在30樓搭了一個平台 那個平台在哪裡呢 在電梯裡面 在電梯裡面 電梯槽裡面 電梯槽 好啦 跟著呢 他們就把那些垃圾 那些 因為你升降機 是不會有任何裝修的東西在裡面做的 那些人就貪方便了 在30樓那個升降機籠裡面 升降機槽那裡 升降機槽那裡 就搭一個平台 嗯 將這個平台用來做什麼呢 就用來扔垃圾 先儲存 先儲存 是的 儲存先 好啦 到禮拜日了 大家不用開工的時候呢 地盤方面就請一些 叫做集工 清潔工 就將那些垃圾摸出來 就慢慢就 經過可能那些龍升降機啦 或者什麼 或者天井啦 不知道啦 就運回到地上 運走去的 那個事件發生呢 就是有六名的清潔工人 嗯 一起 走出去 進了這個升降機裡面 那升降機有幾大呢 六平方米 是 很小 很小的 就是兩米乘三米 就是六七尺左右 乘十尺 六十平方尺 一間劏房那麼大 我當你的升降機可以 商業用升降機 怎麼都坐到十一二人的 是 大一點 站到十一二人的 那你 應該叫升降機槽 不應該叫升降機 升降機是進到升降機裡面 是升降機槽 升降機 那你加上那兩條 上上落落的那條 那條 那條坑 那條坑的那條坑 那條坑的那條坑的那條坑 那條坑的那條坑有限大 是啊 所以當時的救援也很困難 好了 事件發生呢 就是當六名工人一起走進去的時候 就清一些東西啦 那邊拔東西出來的時候 清清一下 那個平台 因為六名工人進去 突然間斷來 就連人 帶垃圾 帶泥頭 也一起 坐下去 在升降機槽那裡 墮下去 三十樓 其實下面二十七 都有一個同樣的平台 在那裡 招嵌 招嵌 然後他們直墮到幾多樓 就是十樓那裡 那裡的垃圾堆 就是有一個 那裡的位置那裡 才停下 當時有三位的工人 就在一個面那裡 立刻去救他們 但是有三個 扎在底 進去垃圾堆裡面 是啊 那整個救援工作 就很困難的 那我們去一去幾張照片 去0203 最慘的這些 要慢慢滑 是啊 大哥 歸式工也死得 是啊 好 我們去0206 那當日呢 這個消防署 就派出了80個消防員 和救護員 和這個特種守 救護隊 就是我們上次講過那個 我們有一次講過的 不是那隻 那隻呢 是特種煙霧隊 這個救護隊 是那個煙霧隊 這個是有生命探測的 是 探問一下有沒有人 但是呢 其實都不用探問 都知道有多少人在裡面 當然馬上救了 這麼多樓掉下來 都不用開機 都知道就不行了 好 先回來 在空中已經死了 因為撞來撞去 這個呢 我又有個數據了 工程師指出呢 六名工人 在30樓那裏 連著那些泥頭和雅力 一起墮下的衝力 再去27樓 再將27樓的泥頭 一起撞下來 落到10樓那一刻的衝擊力 有多重呢 有20.6噸 20.6噸的話呢 是沒有什麼幸存的機會 20.6噸是沒有計那個速度 都沒有 計算了 墮下來 一起 那一刻的衝力 20.6噸 你那個人撞下來 還有20多噸的狀況 還沒有 還沒有 這些無論人和所有生物 都很難會行傳到 是的 好 我們繼續去到02-04 我想20多噸 撞下來 蟑螂都死了 小強都不行 那這裏呢 就看到 當日救援的狀況 好像不是02-05嗎 通常已經內出血死了 是的 好 接著 回來先 他整個救援的時間 為什麼我給大家看這麼多 一張救援的照片呢 就是他其實 很多人都stand by 不停地挖壓力 因為只有六米平方 那其實手扣是很難的 只有幾個人站上去 只有一個出入口 是的 那你又不可以太多人進去的 你知道下面有人 你猜住了一個人 不是啊 大哥你下面還要爐了一個人 你慢慢挖 你又不可以用大型機器 不能用 一定用手 是的 難道找人來挖滑 一掃滑就死亡了 是的 接著最恐怖的地方就是說 那個位置 你又不敢這麼大動作 因為你站上去的壓力 你都怕危險的 是的 又想到一鍋 又想到一鍋 或者自己 不要想了 你自己要踩什麼東西 或者自己滾下去了 不知道慘了什麼 那裏呢 那裏呢 最令我覺得 很心痛的地方 就是 去一去0202 由頭到尾 你看時間了 1點18分 六個人一起滾下去了 第1個救出來的 1點43分 1點56分 這3個在面 1點03分 2點03分 接著掘第一個出來 已經3點鐘了 第2個3點半 最後一個姓林的 就是 6點43分 真是還 意外發生 5個半小時 差不多 最後一個是搜救出來 那個 那個都不死得 真是厲害 結果呢 這6名的功能 全部都離爛 全部都死了 好了 回來先 接著我們看 0207 是的 當天 去到都蓋白布 家族都很傷心 0208 有些一出來 都不用 怎麼救 馬上就入 黑箱車了 可能已經爆開了 是的 因為跟那些集困 在一起 你一定有很多表面傷痕 整個人都散了 好 0209 還有七孔流血 爆開了 那些 這個就是 《生果日報》 我最喜歡《生果日報》 可以很清晰地 給大家看到 那個案發時間 迪比亞路 這個 而這個 他就看到 大家如果留心一點 放大看 那個支架是有些問題 好 回來先 那個支架 後來事件 令社會關注到高空工作 和安全的監督問題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 星期日開工 是 第二件事 就是說 究竟是不是高空工作 明明有平台在那裡 他是高空 都是高空工作 沒錯 但他走進去之前 他不是 是 他走進去 那個平台是在高空 但他又不是出 又不是出樓宇外面 又不是樓宇外面 所以這個就是 跟高空工作的監督制度有關 有灰色地帶 他是高空 30樓還不是高空 但他不是望空 是 他在電腦裏面 是啊 然後 調查之後 發現出事的工作台 只是用竹 和木 搭成的 這樣就死定了 完全是沒有一些 鋼鐵 鐵的支架去組成的 即不是好像現在的搭棚路 那些飛鵬 都下了九尾架 現在都下了九尾架了 不能說 你沒有九尾架說不合格的 現在出不了彭子的 是啊 所以整個意外的發生 是一個很大的慘劇 還有 因為這件事其實是某一間大型的建築公司 其實他們對於安全 都很嚴格的 後來訪問一些建造業工會的人士 就說這間公司出事都很意外 因為平時他們都很安全的 好像身某某 是 是 即是姓郭的那些 是 信耶穌那個 是 好 講到這裏的時候 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好 下一節繼續回來 再和大家決斷解封 好 再見 Hello 大家好 我們新一期的健康解碼又出版了 今期我們會隨書副送 眼福靈 或者是老健 如果大家有什麼需要 就留意自己的樽身 記住 我們這一本書 在OK便利店 或各大報攤都有售 大家記住來買